我们立足于新西兰放眼全世界 解读国内国际的大事件 深挖新闻背后的历史和内涵 传递不同角度 不同人群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33南北线带您解读全球热点 33南北线 南北都了解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33南北线 我是宋雨璇 我是David正经纬 是的 国外亚洲论坛在3月28号 本周是正式开幕了 趁着这个机会 有一大波的外国贵宾来到中国 什么俄乌战争 中美对抗 似乎都是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而是经济贸易 以及双方的共同协作 当然这也意味着 是不是全球治理的亚洲时刻 要开始来临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段时间去往中国的 这些外国贵宾们有谁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是3月27号到4月1号 在中国为期六天的访问 同时还有马来西亚的总理安瓦尔是3月29号到4月1号的访问 还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当然还有4月初法国总理马克龙要带着欧盟的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去中国 戴卫老师这波外国贵宾来席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信号呢 是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中国2022年开始的外交新战略 在2022年的年底我们看到习近平的初访 接着呢就进入了所谓快速期 那尤其是在稍早之前 我们在3月初已经看到这个就是沙特跟伊朗的和解 接着呢这个一连串的人物啊到中国来访问 实际上看得出来这个都是有准备而来的 那这只是今年刚刚开始哦 今年后面还有很多重头戏 有很多重要的世界级人物啊要到中国来访问 当然中国的外交啊已经从过去的被动变成现在的主动 这是完全一个全新的布局啊 对于中国来说呢用软实力赢得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呢 这是一个最佳的方法 而不是靠过去有一些国家靠的是拳头对不对 军事力量来屈服别人 中国靠的就是软实力 所以那么多国家来中国访问啊 那保证中国的外交部李宾斯啊是忙坏了对不对 这一拨人呢刚刚到礼拜六 今天都客人都走了差不多 下个礼拜又要来一拨了对不对 连巴西总统也要来了对不对 所以你看有的忙了 是本来巴西总统呢 卢拉是打算26号到中国访问的 这要带一个280多人的访团一起去往中国 结果呢不幸的是呢 卢拉感染了肺炎 所以推迟了行程 但是我们看到在本周四的时候 巴西呢就单独宣布了一个消息 说卢拉呢是打算4月11号再次前往中国 但是这个消息呢还在等待中方的回复 其实能看得出来 巴西总统卢拉是非常想要去中国 非常急迫感是在的 但是就在3月26号 他没有到达中国的时候 3月26号当天李显龙呢就宣布要访华 而27号李显龙本人就已经在广州了 所以很多媒体都说新加坡是这个眼疾手快 赶紧填了卢拉这趟行程 您怎么看待这次啊 李显龙如此心急眼疾手快的就来到了中国呢 回头当然看到李显龙 他是毕竟百分之百的华人哈 那他的爸爸李光耀到他呢 一直以来呢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啊 实际上李显龙本身呢 他是道道地地的梅州大谱人呢 那因为他会讲客家话普通话对不对 甚至粤语潮善话他通通会讲啊 那更不要说他还喜欢唱广东歌啊 在今年吧 今年初还在网上发了一个这个广东歌的视频啊 点击量还很高 所以他跟中国有一份划不开的感情啊 当然现在他是新加坡的领导人 他也知道中国发展在地缘政治上扮演重要的地位 所以新加坡从他爸爸开始跟中国的关系就是非常的紧密 甚至当年呢 这个邓小平在这个经济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呢 为了吸引外资第一个找到的外国领导人呢 叫李光耀 当时邓小平就跟他讲说 我要经济改革 希望新加坡支持 当然这个李光耀也很干脆 二话不说 马上投资啊 在这个昆山啊 旁边有个新加坡工业园区啊 当时对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来讲 他等于算做了一个示范动作 后来接着很多这个什么台商啊 韩商啊 日商啊 都进入中国 大家都觉得说 中国确实是真心诚意啊 要做经济改革 好了 到了今天的李显龙 看得出来呢 他的第一个点呢 他去了广东 那为什么去广东呢 当然呢 更重要是这些年呢 广东跟新加坡的贸易往来啊 一年的贸易额快要达到40亿美元 非常的紧密 而且呢 新加坡大概每一年呢 在广东的投资大概是20亿美元 所以这个光是广东一个省跟新加坡的关系啊 那不在话下 那边新加坡的公司啊 哇 过百家啊 什么行业都有 尤其是生技啊 这个方面医药方面的这种高科技啊 生物科技方面投资最多 所以新加坡在发展的过程中呢 早就看到中国的潜力 那当然呢 在这个礼拜已经到了北京 见过习近平了 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呢 实际上中心关系啊 非常的重要 因为现在地缘政治 南海 这个这一带啊 这个似乎呢 非常的不平稳 那当然新加坡的战略地位 也让中国看到它的重要性 所以这次的访问呢 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中 但是呢 也看得出来中心关系啊 代表中国对东南亚 有了一个新的战略开始 是 李显龙来得这么快 也意味着中国和新加坡 彼此的沟通渠道是非常及时的 刚刚您说到说 中国呢 外交在2023年按下了加速键 是 当然秦刚也是这样说的 那我们看到最初 包括沙特伊朗握手 再加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到俄罗斯 双方发表了共同的联合声明 那这次呢 再加上李显龙过来 那李显龙过来 非常积极 积极一点在于 他有一个表态 那么李显龙在出访之前 主动的就谈及了 说希望能够尽快达成 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中国和东协的国家 正在协商南海的行为准则 要达成共识并不容易 但我们一直在努力 希望有更多的发展 如果能取得进展 以尊重各方利益方式来管控南海争议 相信能够更容易推进经济合作 当然在这一点上也表现了新加坡的态度 因为在2016年开始南海仲裁开始 其实新加坡更多的是偏向于美国的 甚至一度他有在指责中国 那中国其实也在回应说新加坡不要恶意曲解中国的意图 那么这次李显龙来主动谈起了南海问题 您觉得这一个信号是在示好 还是在从中做协调 好我们要看到1965年的新加坡独立建国开始 当时四周环绕的各国 实际上对新加坡建国都有不同的意见 当然当年的李光耀 他是眼光非常的独特 在一个小小的大概728平方公里的地方 有500多万人口 其中有70多万是华人 光是内部族群的融合 李光耀就做到非常的完美 所以这个整个新加坡到现在 他在全世界人均是13万多人均一年 你就知道新加坡的繁荣经济 是靠整个治理打造出来的 当然这个李显龙也看到 这个新加坡从这个建国到现在 实际上地缘政治的稳定 对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当然南海行为准则我们也可以看成是 为什么那么的急迫 因为过去南海在二战之后 那这个之间也是有争议 所以当年在70年代会有西沙海战 就是越南跟中国在抢 对不对 抢西沙 那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最重要的关键是 把原来在台面下大家不愿意去碰到的棘手问题 但是仲裁他没有法律的效益 他只是一个宣布 海牙法庭顶多做了一个宣布 那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最终还是要上谈判桌 谈判 但李显龙愿意把这个原来台面下棘手的问题 再次拿上桌 实际上是希望在现阶段 整个地缘政治还没有纷乱的时候 我们尽快把这些棘手 可能未来会造成事端的一些隐忧去掉 让地缘政治稳定 那所以他希望中国在南海行为准则上面 愿意跟这些周边国家进行沟通 因为稍早在印尼 已经有过一次会议 但是还需要努力 这个中间还有差距 因为南海行为准则最大的问题是 各国的权益是重叠的 对不对 在重叠的权益之下 大家怎么利益共享 这个是一个要谈的 对不对 那你该得多少 我该得多少 或是评分 大家要讲得清楚 所以我觉得李显龙 他当年的用意 并不是指责中国 只是希望把这个事情拿到桌面来讲 我们来面对吧 来解决 但是我想中方能够理解 不然今天李显龙 也不会来中国访问 领导人也不会见他 表示大家已经把原来的误会沟通了 那这一次他再把这个问题拿出来 相信中国在未来南海行为准则上 会加快脚步 把大家之间的所有矛盾 尽量能够化解 大家利益共享 对不对 这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觉得李显龙 他大概这一次动作 也应该会得到一定的反馈 是这次李显龙来 其实从中美冲突 再加上俄乌战争这一段时间来 其实大家都在考虑一个问题 当大国竞争的时候 小国是怎样生存的 相信李显龙来这次 也算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对于示范的作用 当然其实在这次来的时候 李显龙也谈起到底 中美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以及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 其中李显龙就表示说 中美关系可以循序渐进稳定关系 在逐步建立新人 逐步前进 当然他在提到中国崛起的时候 他是说其他国家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 就是当今的中国 也不是过去的中国 他不仅在经济上更加繁荣 当然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也更加大了 同时他说到一点是 中国必须调整在世界上的位置 因为当今的中国 也不是过去的中国 同时他也提到 世界无法承受中国与全球 其他国家发生冲突 特别是中美关系发生冲突 当然戴华老师 我们知道新加坡非常小 他只有700多平方公里 人口也不过是540万左右 今天这样的一个小国家 他作为金融中心 那同时又作为一个 最主要的供应链的中心地 他提出这一个问题 他是在担心什么吗 当然回头来看 李显龙从小受 西方教育 后来留学英国建桥大学 那又到哈佛去拿了公共行政硕士 那一直以来呢 实际上他的视野是站在比较西方的角度 在看待世界的局势 他也知道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事实存在 但是美国做错一件事情 是用威慑的力量打压中国的崛起 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李显龙都非常的清楚啊 那当然呢这个新加坡的领导人 他们李佳毕竟有这个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呢 就是言以律己宽以待人 所以呢他们在处理事物的时候啊 他又有西方的那种啊的视野 又有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优点啊 容纳在里面 所以他希望中美之间呢 他并不是他并不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而已哦 他还希望能够避免大国冲突 这个是要有高度有视野的人才看得见 所以李显龙跟他爸爸一样 他们今天在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这个中美之间啊不要打仗啊 当然呢美国必须要看见 中国他有存在的价值 有存在的必要 他的崛起对世界是好的 那当然呢这个李显龙很乐意啊 去扮演这个事 就像当年他爸爸李光耀 在两岸最紧张的时候 他可以跟邓小平是好朋友啊 李光耀 也可以跟蒋经国是好朋友 两边呢走动非常的频繁 甚至可以安排习近平跟马英九 在新加坡见面 这不是一般领导人能做到的哦 就看得出来他们李家的风格啊 就像我讲的对不对 中西合并啊 所有的精华都让他能够展现出来 当然也希望呢 透过新加坡能够让美国看到 中国的崛起必须要接受 这是一个现实 不能用战争或是打压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是刚才您谈到一点 说到了其实新加坡跟中国关系很好 跟美国关系也很好 这意味着新加坡可以担任协调人的角色 而这次李显龙来到中国 也提到了说中美要和平相处 这是新加坡的观点 您觉得如果未来 如果说美国和中国在南海或在台海 因为都离着新加坡东南亚地区很近 一旦发生冲突 新加坡要怎么担任协调人的角色 当然呢 未与筹谋 实际上李显龙现在已经想到万一真的发生冲突啊 以新加坡一国之力搞不定了 因为事情已经触焦了 这个已经真的开打了 那个不是新加坡站出来一句话 两边就停火啊 那现在呢 未与筹谋 在两边还没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 尽量把所有的问题能够化解 就尽量化解 比如说南海行为准则 如果都解决了 美国就没有插手的空间 对不对 什么自由航行 什么这些让那些国家 在一些有争议的海域去挖石油 通通没了 对不对 消除了矛盾 那当然呢 在这个当中的努力 钳制作业 未与筹谋 是李显龙这一次来中国最重要的目的 也看得出来 他用心良苦了 对不对 但是有努力 总比没有努力好啊 但是有努力就能避免战争 这个也看得出来 李显龙真的是 毕竟这个还是有这个华人的这种优良传统 对 所以这次李显龙来 是要提前的去解决冲突 以便未来 避免发生 避免发生矛盾 拉大尔港的开发 缅甸的胶博港 马来西亚的黄金港 当然这些动作呢 都被美国或者是东南亚认为说 中国是在担心马流甲海峡未来会被遏制 所以做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当然我们看到中国有中巴经济走廊 中缅经济走廊 其实都有着相对应的布局 但是这些港口在整个的中国的大传令中叫做备用港口 您觉得这些备用港口未来会怎么用 中国与东盟之间到底怎么样布局 是如果来看呢 在20多年前呢 中国实际上已经在这个东南亚也很多国家 都有开始在港口啊各方面呢都开始布局 所以西方的战略专家称为叫珍珠链 这个珍珠链用的词大概在冷战结束之后 就发现中国啊在沿途 不管这个郊漂港啊 叫瓜达尔港啊什么这些一路啊 这看出来都是有战略布局的 不是随便找了一个什么三港渔港啊 在那边去搞基建 这个完全都是大战略布局 那当然呢现在更明显的是随着俄乌冲突 因为在一带一路的大战略的目标是欧洲 中国希望在一带一路的目标当中呢 最重要是能够把中国跟欧洲啊 做一个联系 做一个捆绑 让中国减低对美国的依赖 对不对 所以在中欧班列啊 还有沿途的这种国家 这个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事情的变化总是难以预料 俄乌冲突让一带一路整个大计划 受到非常明显的影响 对不对 就算今年底俄乌冲突结束了 地缘政治会改变 一带一路将来的欧洲 未来的中国很难以预料 局势怎么发展 但是也可能更悲观 五年十年俄乌冲突 还是打得没完没了 从大规模的打到区域的 从台面上打到台面下 可能不停的再打 那怎么办呢 那最重要 中国不能让这个时间呢浪费掉 东南亚就成为一个突破口 非常的重要 因为中国的这个资源呢 是已经有编列的 原来在一带一路的发展上 将来这些是要往欧洲发动的 那现在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个资源移到东南亚来 那东南亚的稳定 东南亚的局势 这边国家关系好了之后 在南海 这个中国就不担心了 南海行为准则也解决了 那这些国家跟中国的关系那么紧密 那美国在南海插旗 这件事情就难上加难 那事情就单纯化 对中国在地缘政治上 邻居周边都稳定 大家都繁荣 这个也是一种战略 虽然现在远的欧洲够不到 但东南亚这一带 这个3亿多人口多好 对不对 也是巨大的商机跟市场 所以因为俄乌冲突 整个的整个的一带一路 在北线上 中国就是有担忧 所以现在要把注意力放在东南亚 当然就像您说的 中国在布局东南亚 讲究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方面是通过一带一路基建 去辅助他们发展 另一方面 中国的投资也即将走出去 那么随着新加坡总理 去到中国之后 跟着相应来的 还有马来西亚的总理 当然马来西亚这次访华 最重要的一点 其实媒体很早就爆出来 是要谈的是高铁合作 3月26号的时候 马来西亚的交通部长就表示 说他即将和总理去往中国 当然谈的项目当中就有一个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新龙高铁 那老师新龙高铁 其实我们看了一下 它的起点是在新加坡 一直到吉隆坡为终点站 那么它的全长是350公里 当然这条线路由于在2016年已经立下之后 反反复复其实流产了很多次 对 这次这条线路如果提上日程 将会对中国或对整个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是那当然要看看这个所谓这个 就是吉隆坡到新加坡的这个高铁 那如果从新加坡出发呢 我们叫这个新龙高铁 如果从吉隆坡到新加坡叫龙兴高铁 因为马来西亚人听说叫龙兴 新加坡人叫新龙 反正最重要这条高铁 因为在交通上来说 如果走公路大概四个钟头 但是在通关的时候 碰到节假日 可能甚至两三个钟头都通不了关 但是高铁的话90分钟就搞定了 那对于这整个地缘政治上来讲 至关重要 因为当年在这个日本侵华战争的时候 这个日本军部就设想 从这个满洲国的长春 做一条铁路穿过华北华中华南 进入东南亚 然后穿到马六甲海峡的旁边的新加坡 为终点 这一路把所有的东南亚的战略物资 什么橡胶了习矿了石油 全部运回到这个日本去 那这个构想 当然因为这个中国的军民奋勇抵抗 把日军拖在整个华中地区 所以这个八年抗战没有三月亡华 那这条铁路的计划呢 就想想而已就过了 但是日本人后来还是跑到 打到新加坡去嘛 你就知道这个重要性在哪里 好了 那当然这个事过境迁 后来冷战开始 大家也都割了就没谈了 那后来呢 到了1995年 当时呢 那个叫马哈蒂尔 他就提出了一个八国计划 那当时有谁呢 有中国越南老挝 泰国 柬埔寨 缅甸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做一条这个整个范亚铁路 那但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新加坡到吉隆坡 对不对 构想归构想 可是这件事情啊 这个没人出钱嘛 就割了 但也看得出来 这条铁路的重要性 因为它不单单是一个 能够繁荣经济 还有更重要 马来西亚是输人不输政 因为在更早的时候呢 马来西亚曾经有一个机场快铁 当时啊 澳市群雄啊 在东南亚 那吉隆坡机场快铁 那是跑得最快的 对不对 跟号称当时西门子说啊 可以跑到时速160 但听说现在因为运营稳健啊 是跑80啊 但是毕竟来说 高铁梦是很多国家进步的象征 对不对 你看那个印尼啊 最近也有那个高铁了嘛 对不对 那都得到中国的支持 所以这一次呢 安华来到中国 最重要制造 中国的高铁现在很厉害啊 对不对 从2008年第一条津津高铁到现在 中国高铁现在有几万公里 4万公里啊 4万公里当中有1万5千公里 是时速300公里以上的车速 在全世界第一 4万公里第一 中国还没完呢 中国说到2030年啊 我要6万公里 对不对 高速铁路 安华很是货 一看全世界高铁技术 那中国标准都出来了 对不对 印尼都有了 我马来西亚不能输啊 我也要做一条 现在呢 搞不定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现在找中国 他现在暗示呢 欢迎中国的企业投资 投资啊 那所以以中国的技术 来做这条高铁 那真的是呢 不管是龙兴或兴隆啊 总之呢 成功率就马上变80% 所以安华很聪明哈 那当然呢 这个可能要呃 中国就要耗着去这个设计 谈谈谈谈谈啊 将来在整个新建过程中 呃 大家中间啊 怎么样能够谈得拢 这点有点就是像车同鬼书同文 那个感觉 一方面呢 就是促进当地的经济啊 物流的发展 另一方面 其实也是中国的一个大工业化的一个输出 对 但同时我们看到 其实像您刚才说的放亚铁路 其实是很早之前就有的概念 但是实际上呢到底是谁实施 钱谁出 人谁出 技术谁出 这就是一个关键 对啊 我们都知道中老铁路 中老铁路呢 现在是运行了15个月了 我们看看运行这15个月啊 中老铁路的国际的货运总量突破300万吨 而有了中老铁路东南亚的热带水果 最快只需26个小时就能进入到中国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又有一个新闻 中老铁路现在这段线呢 已经建成了 接下来呢 中年铁路的建设谈判也开始进行了 缅甸政府称呢 是经历了新冠疫情造成延误之后 恢复缅甸铁路项目的工作 目前正在讨论当中 而该铁路项目呢 将在连接中国云南省和孟加拉湾的区域 而这条铁路呢 一旦建成 那就意味着绕过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 马六甲海峡的路线 就可以通过这条泛亚铁路的西线吧 直通到中国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泛亚铁路的整个的线路 大家就知道了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条黑色的线路 中间的中线就是中老铁路 那接下来刚才说的中年铁路是蓝色的西线部分 是中年铁路 而我们看到马来西亚所谈论的 是最下面那一段小小的 是这个新加坡和这个吉洛坡之间 那戴卫老师我们看到泛亚铁路 如果真的被中国实施完成了 将会对整个的地缘 或者是中国在路权这个是路权世界当中的 这样的一个主导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是那中国的做事呢 当然看得出来中国领导人不像马哈蒂尔哈 还没做已经讲的这个全世界都知道哈 中国实际上是非常的低调 那习近平当年是在2017年的11月呢 访问老挝 那当时跟老挝就签订一个中老 这个经济走廊合作文件 那这合作文件不是光是签一签就算了 马上落实的就是做中老铁路 从昆明出发这个到老挝 那当然这条将近1000公里的这个铁路 耗置了59亿美元 实际上呢已经在2021年的12月3号 这个正式通车 当那个绿色的快车啊 开出火车站那一刹那 老挝的人民呢 才知道我们的希望啊开始了 对不对 所以当然铁路常常讲的啊 火车一叫黄金就到 对不对 嗚嗚一声黄金就来了 就像你讲的路开了 经济就起来了 那当然的老挝 他是一个内陆国家 一直以来交通不便 是他的最致命的地方 那当然范牙铁路 我们刚刚跟你讲 对不对 有东线西线还有中线 为什么中国先做昆明到老挝呢 对不对 从地图上一看一目了然啊 对不对 老挝出来到哪里 老挝出来 到曼谷 到曼谷 对曼谷就到海边了 那这一路来看多漂亮 曼谷接着吉隆坡 吉隆坡接着新加坡 这条路线就已经俨然成形啊 从新加坡到昆明呢 就一路坐火车 对不对啊 那当然这个坐火车不是旅游了 最重要是经济 在这一块当中啊 我们刚刚讲有三亿人口 如果铁路往东西中 全部见完的时候 那经济的活力啊 就全部被挑动起来了 那地缘政治上完全要改变了 跟中国的紧密程度 也不在话下了 因为这种是一个物流 不但是人流还有物流啊 所以这个整个铁路线来讲呢 这个中国已经算是非常低调 中老铁路已经做了 现在再来就是老挝到泰国的曼谷 接下来是要做老挝到泰国的曼谷 当然泰国政府最近听说呢 在跟中方谈判的时候 有点刁难啊 那泰国说可以你的工程师啊 如果要在泰国坐高铁啊 有一件事情 因为呢 我们政府规定啊 大家考证照 你所有的工程师呢 中国工程师要考泰国的工程师证照 那啥啦 对不对 这个泰国人大家也不认识 泰国话也不会讲 你怎么考证照 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刁难 当然跟泰国跟美国的关系 是很紧密的啊 那大家都懂了 但是呢你放心 中国是不会放弃了 还会继续努力 对不对 因为现在 直接给这些比如说泰国的工程师发中国的居民不就好了吗 这样你去考试 对 学中文也是可以啦 但是毕竟来讲这个技术含量要的工程师量太大 那中国现在做高铁经验非常丰富 那这种技术人才的输出呢 实际上对中国的整个经济来讲也是好事一见 但是我觉得是目以待 中国不会放弃 那另外你刚刚讲东线对不对 对 到缅甸那一条 东线有点难 可能西线中缅铁路会不会是 西线中缅对 对东线的话要经过这个越南 这个似乎对于中国来说 不急 我倒觉得不急 现在应该把西线缅甸这条发展一下 避开马六甲 是对 同时我们看到其实在东南亚呢 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国东盟的整体大战略 但是到底东盟所有的国家都能跟着中国走吗 其中我们看到最近的新闻最多的就是讲到菲律宾 那菲律宾我们看到是小马克思啊 自从上台之后 在今年一月份其实就到了中国 那随后我们都在谈论说 到底小马克思的态度是怎样的 可是我们看到最近几个月呢 像小马克思和美国的合作 似乎双方的这个军事事务正在往前走 那又开放了四个军事基地给美国 您怎么看待啊 在中国和东盟的整个关系中 会不会菲律宾就是那个无法填补的缺口呢 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菲律宾在2025年6月之前呢 将成为美中美之间的一个新的战场 为什么呢 因为最新的消息传出来呢 美国福特级的第二艘肯尼迪号航空母舰 原来是2024年的6月啊 完全要整个算是装备都射完了 要移交给美国海军呢 开始使用 但是呢 现在因为种种原因啊 美国海军官方的说法会延宕到2025年的6月 但是后面最后也讲了一句话 将来呢 要长期驻守在印太地区 好了 大家想想看 一艘全新的 最具战力的 对不对 福特级航母肯尼迪号要来到印太地区 绝对不能放在日本啊 对不对 因为日本啊 恒须贺港已经有了现在的尼米兹级航母 而且呢 日本的恒须贺跟中国太近了 都在东风吹得到的地方啊 东风都吹得到那里 所以呢 美国舍不得放 他一定要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那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是最理想的港口 第一 他原来就是美国已经啊 在越战期间建设已久的一个天然两港 大型的军港啊 啊 这个太棒的一件事情 如果呢 这个菲律宾同意 美国稍加整理之后呢 苏比克湾这个港啊 将来停靠这个福特级的第二艘肯尼迪号 那是最棒的 对不对 马上进入南海啊 对于压制中国在南海 那是太棒的一个地方 但小马碍于这个美国的压力啊 最近给了四个基地 那四个基地虽然没有公布啊 但是猜也猜到都是编角料 那些地方要花大量的钱去维修保养 甚至重建 那对于停靠航母 那对不起 更不安全 航母要一种两港式啊 他是要有航道进去 在水面呢 他有地方可以守 不要让潜水艇进来 空中呢要有防空系统 所以这港口啊 绝对不能是一个很平直的海岸线 对不对 敌人攻来的之后 你航母就是挨打的份 所以呢 苏比克湾是美国要的 那当然呢 现在小马没松口 对不对 那美国不会放弃 中国也在加码啊 把这个菲律宾啊要稳住 所以各位观察 2025年的6月 肯尼蒂号 看到有没有进驻苏比克湾 可以看得出来 是中美在菲律宾这场争夺战上面 谁是赢家 是 我们看到 其实在整个东南亚目前的局势当中呢 很多人都在说说这个中美关系 到底下一个战场在哪里 其实现在听的戴卫老师看来 中美关系的下一个战场很可能就会在东南亚 在海 甚至有可能是在菲律宾这一块地方 同时我们看到呢 其实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很多的东南亚国家包括中国的外交年的展开 中国其实是又稳又准 这真的是体现了中国生根多年 好像现在正在收果实的阶段 当然这些东南亚国家在趁势而为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